时间比较长啊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这个标题啊叫习近平启动大跃退 政治局开会全晋升,这是怎么回事呢 但我们知道大跃进这个说法可能大家并不陌生 特别是您是属于如果是上一个世纪那个年代走来的人呢 那么可能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还记忆犹深 但是昨天在纽约时报上就有一篇观点文章 说呢,现在北京所做的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退 似乎是连大跃进都不如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写这一位观点文章的作家呢叫做Brad Stevens 那么他呢在这篇观点文章里呢就主要介绍了华尔街日报三位记者被驱逐的事情 他呢写道说我现在呀必须咬紧牙关忍住我自己的反感 现在中国最著名的暴君毛泽东的画像还在俯瞰着人称天安门广场那一片杀戮场 他说我在周三听到消息说为了报复米德观点专栏的标题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中国政府决定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 其中两名是美国人 还有一名是澳大利亚人 这两个人呢和我的经历相似 而中国外交部也发布声明表示 对于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 中国人是不欢迎的 而同时呢这一位观点文章的作者就说 任何读过米德专栏的作者 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都会注意到里面没有一点种族主义的内容 文章所作的叙述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暴露了中国体制整体上的弱点 而熟悉华尔街日报的人都知道 他呢其实是把新闻和观点板块严格区分开来的 这就意味着被驱逐的记者与米德专栏文章的写作和发表都毫无关系 但是呢作者也接着分析到 说现在呢北京所做的无意就是寻找一个政治的替罪羊 而一旦你是要寻找替罪羊的 那么事实到底准不准确对你而来就是毫无关紧要的 所以呢这次打击华尔街日报 其实意义就所在此 这样做关于米德对于中国的固有弱点的总体观点 其实是一种强调 而并非反驳 为什么呢 那么这一位观点文章的作者就首先分析到了中国现在的各种弱点 首先他举出的是人口学家的观点 也就是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龄化以及性别差异等等问题 而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现在生产率下降 统计数据有捏造问题 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债务炸弹 而政治人士也提出了 北京的镇压政策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 导致从香港到新疆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但是由于这一次这样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 又暴露了北京一个更深层次的弱点 也就是中国政府恐惧信息 正是这样的一种恐惧就导致了政府压制有关于卫生情况的新闻 并且惩罚那些揭露真实情况的医生 结果呢就是丧失了与这种疾病作斗争的关键时间 并且导致现在看来整个全球的一场卫生危机可以说是在所难免了 而作者呢后来也回忆到啊 说这样的一个掩盖信息的行为呢 其实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并不是新鲜事了 二零一三二零零三年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当时处理非典疫情 其实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 而这呢也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依赖操纵 依赖制造另类真相生存的政权 那么你都会以类似的方式行事 因此那么作者也介绍到 说有关于这样的蒙蔽事实 掩盖信息的方式不仅是不道德的 而且是危险的 因为真相不会消失 它只会在潜在中不断传播 而作者呢又继续伶俐地批评了中国政府 说现在在习近平治下 中国人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中国没有真正的独立的国内媒体 这意味着中国的普通人没有办法及时获得及时准确和全面的信息 而中国的统治者也没有办法获得 结果就有可能是非常危险的谣言 可能带来致命后果的无知 还有就是灾难性的误判 那么这一点呢当然提的是非常的正确的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没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新闻媒体 所以呢如果您是从中国纳陆现在通过翻阅这样一个防火墙 来到海外到YouTube上面来看到华尔街电视的节目的话呢 其实呢这里也简单向大家介绍我们华尔街电视办这样一个节目的初衷呢 其实就是帮助大家能有这样一个自由的不受言论审查的渠道 帮助大家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国内部以及世界上的比较公正比较清晰 同时呢也是准确及时的消息 那我们知道华尔街电视虽然开播以来已经有几年 但是呢那么整个的这个人力整个的资源 其实呢都离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好 一些媒体比呢其实都差得太远太远 那么我们不管是从人力从资金上面都仅仅是一个非常小规模的运行 尽管我们很尽力的给大家提供更多准确及时的消息 但是呢很多方面做的呢也的确还差差很多 那么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并支持 但是同时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批评建议 我们做哪些地方还做的不对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您向我们提出批评意见 当然鼓励我们进步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通过打赏加入会员等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商品年代 其实所需的资源最重要的就是金钱 新闻媒体尽管是一个理想的行业 但是如果缺少资金的支持其实也是无可为继的 所以如果您希望能够看到像华尔街电视 继续为您带来及时准确的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更多消息呢 那我觉得不如就用钱来支持我们 虽然说的有一点无耻啊 但是的确是我们心里话 好了我们再回到主题来来看来自纽约时报这一篇 有关于习近平正在进行大跃退 这一篇作者的观点还有哪些 但我们刚才介绍到他讲到的现在中国暴露出的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没有自由媒体导致信息的不畅通 有可能会导致谣言四行 也有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误判 那么作者下一步就写到了 说现在中国官方针对华尔街日报的行动 其实只会加剧北京政权的问题 因为外国新闻的机构报导 往往能够就是填补空缺 能够纠正中国官方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 而华尔街日报呢更是做了一些最具开创性的工作 那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这一次遭到中国官方驱逐的三位记者 最左边的这一位呢叫做Philip Wain 他呢其实是针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报道 而中间这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呢叫做邓超 他呢不管是关于中美贸易战还是呢有关于中国经济方面都做了很多深入报道 而现在呢可能让大家担心的就是他其实人在武汉的第一线 正在为大家带来来自当地整个现在整个公共卫生风暴中心第一手的消息 所以现在呢他前方怎么样去 那么现在呢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而刚才在这一位这个照片中看到最右边的这一位呢是李兆华 他现在呢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站的副站长 那么他呢也曾经针对啊这个中国的官场 中国的新疆以及中国的国内政治进行很多批判 就是这种批判性的工作啊 那么如果压制这一类报道的话呢 首先出现信息盲点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普通民众 还有中国的领导人 而很有意思的是呢来自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报道就介绍到 说每一个独裁者也包括习近平都订阅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 哪怕要像过去时候的淫秽杂志一样装在不起眼的棕色信封里 所以要这个判断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习近平他到底有没有订华尔街日报 那么这呢也的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如果习近平订了华尔街日报 那么想必呢他是可以从这一份报纸中得到很多关于中国方面的一些真实准确的消息啊 但是呢习近平到底是不是把这些认为是真实的消息 还是所谓外国反华势力 或者是西方反华势力 对于这个这个中国的污蔑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文章最后介绍到啊 说呢也许中国方面会这个这个这个收回这次驱逐记者的决定 或者是让几周之后再悄悄让他们回来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而面对由自己对于信息的非理性怀疑所带来的巨大危机时 任何一个明智的领导者都要从愚蠢中吸取教训 但是在中国可能有一个比现在的这样一个可怕的这样一个卫生事件 更可怕的真相就是统治者是愚蠢的 而作者最后呢也非常幽默的写道 对于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还没有发明出任何疫苗 所以呢整个这篇文章题目呢叫做这个北京正在进行大跃退 但是如果我是纽约时报专栏的编辑的话呢 那么可能我会起的题目呢就是要压到整个这个专栏文章在最后一点啊 就是说中国最可怕的是有一个愚蠢的统治者 而针对愚蠢还没有疫苗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们有什么样意见啊 哇刚才看到很多网友都在打赏啊 那么现在把这个评论区往前翻一翻啊 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李南的朋友打赏啊 非常感谢你 那么刚才呢我们又看到打赏20美元啊巨额打赏 这样一位朋友似乎呢是姓王说请杯咖啡 哇你太这个这个抬起我了啊 其实平时我们的咖啡呢因为比较穷嘛 所以呢都是喝的这个自己冲的咖啡啊 也不见得有多么好喝 也呢就是提神之用 但是我觉得有你这20块钱的话呢 也许可以去喝一杯比较好的咖啡了啊 那么还有这个这个啊 看看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啊 有时候MAT的博士怎么不去做大学教授跑来做主持人呢 其实相当于一段时间啊 职业规划都是要去做教授的 但是呢可能我天性就是一个比较浮浅的人呢 那我们知道其实做学术研究的话呢 是在整个人类知识的大网的边缘上找到一个点 那么上面呢打一个小小的洞 但是可能对我来讲呢 我每天更希望的是看到不断的新鲜事 不断的用自己的专业所学去与大家交流 而我们知道在象牙塔里这个工作呢 可以说是非常孤独的 所以呢其实呢 做新闻可以说是半路出家 但是到目前为止做的是非常开心的 还有幸得到了这么多网友的支持 虽然呢作为新闻主持人来讲还非常的不专业 但是有这么多网友的鼓励实在是十分的开心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什么网友的留言 说知乎开一个会员直播一年都能上千万人民币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国内的很多直播平台 的确他们的这个现金流啊 和我们在海外做小本的这样一个YouTube平台 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的 但是呢在国内的平台没有办法要受到各种言论上的压制 尤其是像我们以实证财经为主的节目 那么在国内呢 我觉得要么就是你自己自我阉割啊 做得很不舒服 那么如果是屈从国内一套呢 当然是有利益的所得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来讲也不是本身想要的啊 那么如果呢在国内那么有说真话的话呢 恐怕就没有你这样千万元的打赏支持了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其他网友还有什么样的提问 说说到底科研还是枯燥透顶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啊 我觉得我在学校里面见到的很多教授呢 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 他们的确是非常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啊 的确是能够从每天的数学公式里面发现出人生的意义 宇宙的哲理 我并不是夸张啊 的确从我的外界观感来讲 对于他们来讲 我觉得做做做科研呢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可惜呢 我自己似乎是对科研工作没有那样的热情 那么现在呢 改行做新闻反倒是觉得更加的惬意了一些啊 我们再来看 博士要开粉丝团嘛 现在粉丝太少了 你看整个会员还没有那么多人 等到会员也许到了万人之上啊 那么也许就可以开一个粉丝团了 说说话有喷气的声音 所以会不舒服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也可能是我自己发音不专业啊 另外呢 跟大家透露就是现在正在前一段时间的正好在进行牙齿的矫正啊 所以说说话一直都不是很舒服啊 说呢 不能说真话就等于泯灭人性的确是这样啊 那么可能呢 从我自己来讲 从小到大就不是很听话啊 但是因为从小到大成绩一直很好 所以呢老师啊朋友家长也一直很照顾 但是呢我实在是想不到 如果呢有人告诉我 你不能说这个不能做那个 那么可能我真的是要闷死了 不过现在这个整个空间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 那么呢似乎呢 这个说说真话似乎不是问题 但是呢 说真话不一定就有人听 所以呢怎么样做出有人听同时又真实准确的内容 可能对我来讲还是一个挑战啊 就是怎么样在可读性娱乐性 同时呢又是在真实可信这两方面的找到平衡 那么也是我不断在探索的方面啊 但是即使比较枯燥无聊 我觉得真实性这一点是不能够放松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一位叫做Terry张的朋友说 请主持人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你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如果你非常希望让我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呢是加入会员 第二呢是打赏 这样你的问题就能够得到高光显示了 那么其实我的眼镜不太好从屏幕上也可以一眼看到啊 那么我们还说 主持人能不能不要说废话了 这是你的问题啊 那就不说废话了 但是呢有屏幕上有这么多网友提问题 所以还是要这个处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说这个 我再看一看说国内财经应该从政治角度去分析 这是一位叫做Peter的朋友提出的意见 也的确是啊 那么底下还有朋友说 这个谁的标准来决定是真话假话 那么这个不知道您的上下文是什么 但的确如果这样看的话呢是相当有意思的 太私人的问题可能就不便回答了 因为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 我觉得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有人问说加入会员就可以和主持人喝咖啡了 的确是这样啊 那么如果您将来这个有可能来到纽约当地的话呢 如果呢希望与主持人面对面也绝对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好那么其实呢话到今天啊 我们整个节目也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了 那么呢这里呢也要稍微大家做一个预告 就是呢马上我会连线采访一位非常重磅的经济领域的这样一位专家 那么他呢其实如果您关注到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呢 可能就对他名字有所了解啊 那么他是来自AEI就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这样一个著名智库的一位很重要的经济专家 同时也是中国问题的观察者 他呢就是啊这个我们叫做使剑道 那么这一位专家呢将会为我们分析 在这样一个现在这样一个黑天鹅事件 正背景下啊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 以及中美贸易协议到底何去何从 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经济话题的话呢 那么想必这样一位专家的意见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啊这样一个采访呢我马上下线就去做 做完了之后呢就会给大家进行翻译处理和上传工作 那么如果呢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在今天结束之前您就可以看到 那么今天啊这个打赏朋友非常之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么打赏朋友太多了 有人说keep it up就是加油继续努力的意思 非常感谢这一位姓杨的朋友 同时呢还有一位叫做LINE的朋友 刚刚加入了华尔街电视的会员 非常感谢你 还有一位叫做I.C. Campbell Cole 是不是冰冻的这个话题